我们总说,如今的社会跟以前的相比已经进步了太多 我们过着和平富足的生活 吃着送货上门的花式外卖 买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商品 打开直播,还能跟喜欢的偶像近距离的互动 这小日子过得真是美啊 但是等一下,真的是这样吗? 在这些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我们的心灵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不少人会因为自己没房没车而焦虑自卑 或者网上一句莫名的攻击评论就开始自我怀疑 或者花上半天的时间跟别人打口水战 还有的人因为失业,失恋或者投资失利 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所以说,在社会光鲜亮丽的表象下 很多人的内心其实都是很脆弱的 这些心理上的弱点让我们很容易被外界影响和操控 丧失对自己和人生的掌控权 相比之下,古今中外那些历史上了不起的大任务 不论是贫困潦倒,遭人排斥,身陷牢狱之灾,还是病痛折磨 甚至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都能够处遍不惊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心理上非常的强悍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打造强大的心理呢? 其实我们的心理和肌肉一样,也需要锻炼才能够变得强健有力 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本书 名字叫做《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 在这本书当中,就会教大家几种简单有效的思考和训练的方法 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对抗外界的操纵,训练出更强大的内心 相信各位听完这本书,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说虚假的自我会让人内心脆弱呢? 第二,拖延症是怎么产生的呢? 第三,怎样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呢? 要让自己内心强大,咱们首先要看看导致我们内心脆弱的因素有哪些 然后逐个击破 在本书作者看来,现代人内心脆弱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屈从于社会价值排序 什么叫做社会价值排序呢?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一条无形的生物链 按照金钱、权利、出身、名望、衣着等等 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在不少人眼里,富豪比穷人高等 当官的比平头百姓高等 白领比民工高等 这种社会价值排序之所以会让我们内心脆弱 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用外在的评论来主宰我们的自我认同 只要你还没有爬到这个链条的最顶端 你就永远会觉得低人一等 在比你高级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大家想想,你是不是也这样 其实这就是我们内心脆弱的根源 怎么办呢? 想要破除社会属性带来的内心失衡 就要去除链条顶端的人对你产生的心理威胁和压迫 本书的作者提供了以下几条建议 他认为,面对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 控制住那种,他很厉害,我很弱的本能想法 通过处理情绪 我们才更有可能理性分析关于对方的信息 防止他们直接刺激你的心理 在冷静下来之后 第二步要做的,就是找出对方的缺陷 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 举个例子给大家 假如说你看到同事小李的穿衣打扮都非常的高档 他有好几个爱马仕 Prada,LV的包包 你再看看自己呢 全身上下一件奢侈品都没有 你可能立马就自卑起来 遇到这种生活中常见的情况 本书的作者的建议是 这个时候你不妨多观察一下小李 也许你会发现 哦,他每顿饭吃的都很简单 也很少出去旅游 原来他这么多的奢侈品都是平时舍不得吃 舍不得玩攒下来的钱 这么一想 你就不会盲目地陷入自卑的情绪 其实大家都一样 都差不多 没有谁比谁高人意的 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 如果别人确实比自己强 怎么能说大家都一样呢 这不叫做自欺欺人吗 别着急啊 本书的作者说 还有第三步呢 当我们用对方的缺陷 打破自己的自卑之后 你就可以试着找出他身上真正的过人之处了 还是刚才的例子吧 当你面对小李不再自卑 你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去想 人家确实有花功夫去研究 穿衣打扮和时尚潮流 我可以向他学习提升自己的衣品 你看走完这三步之后 我们既破除了社会属性导致的自卑 又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甚至还能学习别人的长处 让自己更优秀 咱们刚才说了 要剥去社会价值的外衣 用更理性的眼光看待他人 不过光看清别人还不够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内心脆弱 是因为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要有一个自我 那自我到底是什么呢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你能说出这个人是谁吗 你可能会说我叫某某某 我今年28岁 在一家游戏公司 当UI设计师 年薪多少多少 不过身份年龄职位这些信息 真的能够代表真正的你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的人 能够把职位薪水看作身外物 遇到什么事情都波澜不惊 而有的人工资不如意就要抱怨 失业了就觉得天都塌了 为什么有的人做体力工作 就会感觉低人一等 当个小官就会觉得耻高气扬 以上的这些问题的根源 都在于人们把虚假的自我 当成了自我 从而丧失了与真实的自己的联系 比如一个人上大学的时候 考年级第一名 他就把年级第一当成自我 毕业之后在500强公司 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他就把500强企业员工当成自我 等到升职到了管理层 他又把跨国公司高管当成自我 说白了 什么东西最拿得出手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那个他当作自我 人当然都想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示出来 这样做有问题吗 当然有 如果这个人成绩下降 不再是年纪第一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惊慌失措 如果公司结构调整丢了工作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要跟着完蛋了 所以说用虚假自我来维持自尊的人 内心会动荡不安 不堪一击 那该如何解决呢 可以分下面两步走 第一步 击碎虚假的自我 要判断某个事物是不是虚假的自我 很简单 一段经历 一种身份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你 应该用平常心对待 接下来第二步 重建与真实自我的联系 我们不妨找个安静的地方 闭上眼睛 问问自己 我到底是谁 我最核心的品质有哪些 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经常做这个练习 真实的自我会越来越明显 对于那些自我之外的东西 金钱也好 名利也罢 统统都不重要 跟虚假的自我相比 真实的自我 不会轻易的 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 当你找到真实的自我之后 不论遇到什么挫折 都能够做到内心 毫无波澜 我们不仅会被虚假的自我迷惑 还容易被别人的伪装所影响 在这个时代 装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有装专家的 装大款的 还有网上的各种 晒秀炫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的内心就会被操纵 为什么有些商店 会花功夫把装修搞得特别的豪华 因为装修也是一种伪装 它会让你觉得这家店很高档 我去那里消费 我也很有品味 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心理暗示 哪怕挨仔也心甘情愿 再比如 为什么领导 总是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职员就只有一个格子间呢 同样是伪装 它会让你觉得领导的身份 比职员更高级 你就会不自觉地服从领导的权威 所以说 我们常常被他人的伪装所迷惑 不过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装的背后并不是强大 反而是虚弱 心理虚弱的人 才需要用表面功夫来维持自己 在别人心中的地位 如果少了这些外在的道具 他们就很难维持威严的角色 所以才会拼命地伪装自己 打造高人一等的形象 比如在古代 达官贵人总是特别讲究理智 他们总是会把家门口的台阶 修得高高的 还规定什么人可以走正门 什么人只能从侧面进出 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 方方面面全部都要规定好 到了现在呢也是一样 只不过伪装的更高级了 都变成了名牌西装 手腕上的金表 外观奢华的跑车 既然知道了伪装的本质 那么如何破解呢 很简单 透过表象看本质 可以把对方用来伪装的道具都去掉 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发现一个衣着华丽 今天晒去了什么高档场所 明天晒和哪个明星的合影 没准呢 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是搞会展 负责物料的普通职员 当然了 不是说所有的装都不好 适当的包装自己 也能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比如说可以用肢体语言包装自己 走路的时候要听起胸膛 昂首阔步 脸上保持自信的微笑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 直视对方的眼睛 不要有抖腿 抓耳挠腮之类的小动作 说到底 我们不需要用太多的符号来装表自己 但是可以用表情姿态动作来传达信息 把自己打造成积极自信有力量的形象 适当的包装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残酷博弈当中 占据有利的地位 所以说一方面看破别人的伪装 另一方面学会适当的包装自己 听到这里 关于装的闷道 你学会了吗 如果我问大家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 哎呀 我怕老板炒我鱿鱼 或者 我怕我女朋友跟我分手啊 那我再来问问你 老板已经决定这个月底开除你 和老板可能会炒你鱿鱿鱼 但也有可能继续留着你 这两种场景 哪一个更让你抓心脑干呢 女朋友已经跟我说了分手 无可挽回了 和女朋友可能正准备和我分手之间 哪一个更让你痛苦难熬 所以大家已经明白了 最痛苦的往往不是发生了什么 而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哪怕是很坏的事情 如果知道它要发生 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些准备 但是如果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我们往往就会害怕 担心 焦虑 因此 不确定性也是导致心理脆弱的原因 比如说 现代人常见的拖延症 其实也是因为不确定 拖延的根源是没有想好一件事情 应该怎么做 比如某个任务 一开始有整整一个月的完成期限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 到底该怎么做呢 哎呀实在是头疼啊 不过估计半个月就能做完 等一等再想吧 半个月过去了 你又想着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过如果抓紧点 一个星期应该就能做完吧 再等等吧 于是你就带着满满的 教育情绪和负罪感 把完成时间从一个月拖到了 只剩一周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理 既然不确定要怎么做 就会没有安全感 为了获得安全感 我们会设置一个时间点 把自己跟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未来 隔离开来 我们会安慰自己 没关系 在这个时间点到来前 我什么都不用做 也什么都不用担心 但问题是 等到了这个时间点 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对它的恐惧 让我们只好再设置一个时间点 寻求暂时的安全感 就这样一直往后拖 实际上 这种应对方式 只是短暂的逃避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让我们的心理压力 越来越大 那么如何对抗不确定性 带来的不良情绪呢 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办法 第一 学会静观 也就是说 要认清自己的情绪 对未知感到恐惧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自己正深陷其中 这时候 不妨先按下暂停键 静静观察自己的心理变化 把注意力转移到思考上面 削弱情绪对我们的影响 除了应对情绪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知识 来对抗不确定性 你了解的信息越多 不确定的东西也就越少 也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断和选择 生活中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 不过有一件事情 似乎格外让人害怕 那就是 死亡 虽然我们不会天天 把怕死挂在嘴上 但是很多行为的背后 都隐藏着对死亡的恐惧 比如有的人死活 不愿意坐飞机 担心出事故 还有的人怕得癌症 看见什么保健品 都会买回家 但实际上呢 飞机出事的几率非常低 而保健品 大多没有什么作用 可见一个人越怕死 就越不理性 还越容易被操控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恐惧死亡呢 首先是死亡的不确定性 不论是疾病 还是突发事故 好好的一个人可能 说没就没了 咱们刚才说过 我们害怕不确定的东西 正是因为不知道死亡 什么时候会出现 才会让人特别的不安 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人生 要怎么开心 怎么来 因为每一天 都可能是生命的 最后一天 另外 怕死 可能是因为 没有体会到生活的意义 很多人拼命工作 买车买房 要么只是为了生存 要么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并没有真正找到人生追求 因此 面对死亡 总觉得心里有遗憾 就这么死了 实在是太不值得 还有一种情况 贪婪的人也特别怕死 他们沉醉于现实利益 比如金钱 权力 地位 当一个人 把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这些东西上 就会把他们看得无比重要 舍不得放弃 更会觉得 如果自己死了 就会失去所有这一切 所以特别的惧怕死亡 那么 我们该如何 应对死亡恐惧呢 不妨参考下面的两种做法 第一 学会理性地看待死亡 接受死亡 只要有时间的存在 就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 不光是有机的生物 会经历生老病死 就连无机物 也会不断地分解和重组 一旦意识到了死亡的必然性 我们对他的盲目 恐慌 自然就会减弱 第二 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生目标 你看 好多革命者在做出 重大贡献之后 英勇牺牲 但死而无憾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完成了使命 如果能够用心生活 找到人生的意义 那么不管生命漫长 或是短暂 都会变得充实而又圆满 死亡恐惧 也就不成问题了 说了这么多 让自己变强大的方法 大家可能会问 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 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也会不一样 这样 会不会对心理有影响呢 没错 在本书的作者看来 性格其实是人 对世界的一种 无意识的反应 是一种心理上的应对机制 不同性格的人 对外界的应对机制 是不一样的 因此 内心脆弱的地方 也有所不同 作者把人的性格 分为了六类 第一类是自卑型 这种性格的人 行为的深层动机 都是克服自卑 出于自卑 他们可能会 畏畏缩缩 过度拘谨 为了克服自卑 他们又有可能 走上另一个极端 表现得特别的狂热 还容易情绪激动 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们容易自我怀疑 从而被挫折打败 第二类是战友型 顾名思义 这种人特别喜欢 获得资源 他们往往热爱奋斗 拼命地想得到 更多的物质和财富 战友型的人 外强中肝 当他们拥有 很多财富的时候 就会高兴得意 如果没有办法 用物质 满足内心的时候 又会感到脆弱迷茫 第三类是攻击型 这种人 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就是去攻击别人 以打倒其他人为乐 咱们平时在网上 看到的喷子 无缘无故 用毒辣的语言 攻击别人 他们大多都是 攻击型的性格 可以想象 这种把自己的快感 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 内心其实 非常的脆弱 第四类是炫耀型 这种性格的人 往往没有什么存在感 既没有受过重大的挫折 也没有几万千宠 爱于一身 因此需要拼命 用炫耀来刷存在 他们会特别关注 我们前面介绍的 社会价值排序 比如财富 权力 威望等等 这些人的内心 往往都很空虚 第五类是表演型 如果说自卑型的人 是想让自己 消失在人群中 那表演型的人 就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凸显自己 这种人喜欢大家的瞩目 特别是有奋斗精神 容易获得成功 但是过分关注别人的看法 也是他们内心脆弱的根源 你看 前面这五类人的性格 内心都有致命伤 而第六类的性格 拥有最强大的内心 猜猜是什么呢 作者把它叫做温和心 这种人往往是不急不躁 随和谦逊 波澜不惊 他们不在意外界的眼光 和世俗的评价 而是顺应自然和社会的规律 和世界友好的相处 听完上面的介绍 大家不妨分析一下 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的性格 找出性格中薄弱的地方 对症下药 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 说了这么多 总而言之 在这个世界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物 冲击我们的心里 有一些来自外界 比如社会地位 精心伪装 不确定性 还有一些来自我们自己 比如自我欺骗 恐惧死亡 性格缺陷 如果不加防范 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影响和操纵 变得脆弱 容易受伤 好在通过控制情绪 理性思考 看清本质 我们就能用一种全新的角度 看待世界 不但可以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还可以抵御别人的心理攻击 打造一颗真正强大的心 做自己和生活的主人 好了 世界如此险恶 你要内心强大 这本书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我们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 做真正的自己 路上都是